早晨我们离开了沙雅县 现在往沙雅县西边骑了20多公里 其实这个公路就没了 全是这种土路 而且特别颠跟催板路似的 我们来这边前面还有十七八公里 有一个唐代的古城一指 我们是想去看一看这个唐代的古城 这个路骑着比较慢 可能还得骑一个来小时才会到 前面有村子的话可能会有柏油路 但是这段路我们也不知道 这段路现在还有多久 可能还要骑十几公里呢 慢慢走吧 现在我们从刚才的荒地 起到了村头的这个棉花地了 这儿马上就要进村子了 然后这个路依然都是这种土路 两旁全都是棉花地 这路越走越窄 希望一会儿到村子里会有柏油路吧 我们走的这段土路 实际上是最近的一条路 从沙雅县过来 因为如果走柏油路的话 要绕很远 所以骑自行车的话 还是无所谓了 近一点就近一点 路烂一点就烂一点 反正近嘛对吧 这个路其实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烂 至少这个自行车还能跑 不是那种沙子路 马上就快到了 还有五六公里吧 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 这个古城一纸的门口了 这个景区好像 说是景区也不是景区 说不是景区吧 好像又在开发 它这个大门锁着 小门开着 就是这个通古斯巴西城址 看样子里边 好像要在铺路 好像是要开发景区了 当然现在中午 他们好像回家吃饭了吧 然后这还有景区规划图 这边有城址的介绍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个就是它的简介 这个上面写的是 规模宏大保存完整 是古秋辞地区 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城址 我们进去看看吧 看看有没有人 有人吗 有人吗 这个里边一看就是在施工啊 现在在中午就肯让他们吃饭去了 应该是有人管的这里边 这一看就有人在这待着 当然现在一时半会不知道人在哪 要不咱们等一会吧 等一会然后看看有没有人来 再跟人家问问咋个事 不然擅自往里走 人家突然来了 不好没法说 等一会吧 像这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方 有人管的话 还是不敢轻易往里走 因为毕竟它是文物保护单位 它不是说普通的游乐场什么的 毕竟涉及到文物方面的 所以还是等一会吧 正好在等待的这段时间 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古城 这个古城遗址实际上是在古秋祠国境内的一个古城 它就是古秋祠国境内的一座比较大的军事城堡 而且它是唐代的遗址 这个在90年代的时候 有很多当地人在这盗牧 然后挖了很多文物出来 然后当地的文物部门接到报警之后 来到这个地方开始了考古发掘 发掘出来上千枚这个唐代的铜钱啊 这个铜钱上面写的是年号是大历和建中 然后就是唐中后期的一个年号 后来呢发现这个钱币怎么这么粗糙啊 做工啊 就是不太像国家统一铸造的那种钱币 后来呢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吧 最后验证的说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往事啊 一个淹没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往事 这个往事呢要追溯到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叫郭新 在这个唐中期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呢 这个因为当时的皇帝把这个河西走廊还有西域的大部分的将士呢 都调回到关中平定叛乱去了 所以造成了这个河西走廊和西域这一带呢 变得空虚了 所以这个时候吐蕃人呢就趁虚而入了 趁虚而入的这个就不断的在袭扰西域和河西走廊这一带 那到了这个唐代宗礼遇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唐代的大将叫郭子一 郭子一提议说应该派遣一个将领啊 到这个西域这边来巡抚一下 来安定一下这边的这个吐蕃之患啊 后来呢就安排了他的这个侄子郭新来 然后郭新呢就应了这个朝廷的命令 就跑到这个当时秋辞这个地界来了 然后就来到这个通古斯巴西古城一址 就在这里边 然后呢他就在这里边和当地人一起在这团垦树边 然后安抚百姓来一直在跟这个吐蕃军队展开了这个拉锯战 然后这个吐蕃军队呢打到这的时候 在西域没有任何进展之后呢 他们又转攻了河西走廊地区 在河西走廊呢彻底就把这个汉地和这个西域的这个交通要道 河西走廊就彻底给截断了 所以这个郭新当时在此呢就从从此就开始跟关中的唐朝 唐朝就是彻底断绝了联系 他一连派了几次的这个使者呢都杳无音信啊 派出去的使者就像放出去的剑一样杳无音讯一直也没有消息 后来呢直到有一次他派出了一个使者从天山北边的这个北亭姑护府啊 北亭那边从北亭那边和北亭的节度使一起派的使者 然后从北边回湖的地界绕道才到达了这个关中地区 才跟这个唐朝取得了联系 那这个时候唐朝的皇帝已经不是唐代宗李玉了 而是这个唐德宗李阔 然后这个李阔接到这个使者来信一看 哇太高兴了啊 没想到你们这个西域这边还有大唐的士兵在驻守着呢 后来他也是很高兴嘛 后来就呃 嘉奖嘛 就派这个使者回来之后呢 就把这个郭新 呃 封为这个五位郡王和 和这个安息都户 那其实这个时候唐朝的势力已经在西域几乎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只能是给一个精神安慰安慰奖了 那他们没有给到一个实质性的帮助 不是不是说派兵过来或者是给一些钱财过来 所以只是给了一个精神安慰的安慰性质的一个头衔 那从此之后呢 这个郭新带领当地的这个军民 呃又开始在当地屯垦树边啊 然后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发掘的这个铜钱呢 大吏和建宗 大吏就是唐代宗李裕时期的铸造的这个年号铜钱 然后当这个使者到达关中回来之后 这个郭新才知道 哦原来唐代宗都已经去世了 现在的皇帝是唐德宗 所以这个铜钱就是他当年跟这个中原王朝断绝了联系之后 他铸造的这个铜钱 那这个使者回来之后呢 他继续铸造铜钱 带领当地的人铸造铜钱 铸造的就是李阔时期的这个年号 就是建宗 所以这个就是他当时铸造的这个铜钱的来历 为什么那么粗糙 并不是因为官府给他们统计铸造的 而是他带领当地人 为了保护这个西域这块唐朝的地界 自己带着当地人在这儿吞啃树边 然后铸造钱币 所以你想象一下多不容易当场 因为这个地方离长安西安 两千多公里吧 现在来看都非常遥远 开车都得几天几夜才能到 别说那个年代一千三百年前 所以你想象一下当时这个城被吐蕃军队 不断的在围攻袭扰的时候 他们的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然后有一句诗啊 当时就是说的这个这个事件 就是这个诗写的是万里一孤城 满城白发兵 就是说这个当时郭欣带领的当地的这些民众吧 在这儿吞啃了四十余载 所以最后都是满头白发了 还在这儿坚守了这个孤城 所以你看他这儿写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所以这个事就是 为什么爱国主义教育 也就是当时这个郭欣这个为了驻守大唐边境嘛 然后大唐的国土最终也站死在这里边了 那这个郭欣这个人最终的下落史记当中没有记载了 就是经过考古推断来讲说 这个郭欣很有可能跟当地人都一起最终跟吐蕃战斗 最终站死在这里边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是平调一下这个民族英雄吧 郭欣还有他当年带的那些将士们 所以这个事也让我想起来去年在卡拉昆仑地区的那个加勒万河谷 也是跟印度对峙的那次战死的几个战士哈 就是他们从古至今都是有人在西域这一片大地来驻守着边疆 然后跟不断的跟外敌在对抗着 也有不断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这个这种精神其实都是一直在传承下来 从汉代到唐代再到现在 所以有无数的将士为了这片土地都站死在这片土地上了 你说这对于他们来讲是遥远的遥远的边关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就是就是永久的故乡吧 我觉得就是虽然离他们的家乡很遥远 但是他们把一生他们的青春最好的年华全奉献在这上面了 全奉献在这片土地上了 所以这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故乡 老王如果是你的话你你离家乡你因为你就是西安人 你离西安两千多公里跑到这儿 然后带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在这儿吞啃 树边抵御外敌然后又跟中原王朝又联系不上 然后电话也打不通微信也发不过去 电报也打不过来 那这个时候呢又有不断的不断的有外敌入侵 袭扰这个城那你你怎么办你是带人先撤呢 以退为进呢还是就咬死了就在这儿住手着 我哪怕站死在这儿我也不能把这个城市丢了 但是最后的结局你肯定知道我这么点人肯定顾目难知 因为没有唐朝的援兵过来 所以最后的结局肯定就是站死在这儿 但你是愿意站死在这儿还是先撤了 然后等积蓄力量再回来再接着跟他们斗呢 如果你是国心你当时会怎么样的一个心境 那只能是要死战的战死 只要是战死 因为那时候的军人以军命为天职 他不会说想着我有个十路 你先对就先不要考虑客观因素 就主观的就比方说就我刚才说的 主观的你的第一感觉我是先撤一下 然后等我再回来再打呢 如果我觉得这换到欧美人的思维方式 他们可能就是先撤了 因为保命为主 因为他们觉得生命才是最高贵的 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我觉得 就是人可死啊 就是事可杀不可辱啊 就是我虽然我可以头可断血可流 这个城池这个国家的荣誉 这个国家的领土不能丧失啊 所以你想当时在加勒万河谷也是 如果当时那个士兵明显他们面对了几百人 明显就刮不敌众 然后他们完全可以往后退 但是你一退了 那可能敌人就得寸进尺啊 所以他们最后也是有四个战士在战死在那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吧 就是一千多年也没有丢 这种军魂或者是这种气节啊 还是挺值得令人敬佩的 因为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没有经历过那种局面 所以我们也理解不了那个时候人的心境 但是你想象一下离家乡离长安那么远 在这孤立无援的那种孤独感 那种无助感肯定还是非常强烈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可能也抱了必死的决心吧 在这 所以我们来到这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 给他们这些战死的将士祭奠的方式 我们也没有准备什么 一会儿 我们这有点水 只能以水待久了 给这个敬一敬当时的这些大唐边关的将士们吧 因为没有这些人 我们现在的新疆可能就不是在中国半途里头了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坚守坚持 我们现在来新疆可能都得用签证 所以还是得 还是得这个祭奠一下他们 然后也得感谢一下他们 这还有葡萄呢 来车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车 刚才这个 这个古城一直其实规模不大 它这个南北各开两个门 北门和南门 然后各有瓮城 很明显 然后四周的这个马面保存的也非常明显 这个城 但是我感觉它周围外面可能还有一些外城墙 但是外城墙不是很明显了 它这个城中央里头 其实如果驻人驻守官兵的话 我觉得驻不了多少人 几百人顶多了 但是它外面我估计肯定还有当时的民众啊 包括耕地啊 墓地啊 什么的 估计还会有 所以它这个保护区一圈非常大的面积 都拿这个铁丝网给圈下来了 不光圈里边的那个小城 外面一打圈都给圈起来了 说明它这个外面外围一定还是有很多古代遗址存在的 我们现在在这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他们人是来不了了 因为新疆这边天长 午休的时间也长 所以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啥时候能来 只能在这接着等等了 如果再等 再等一个小时 如果还不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可以来 因为它这门都开着的 而且里头明显是刚施工的 上午这两天刚弄的 电都通着的 对啊 电都通着的 所以这三车什么都在这停着的 我估计他们就是临时午休的 然后过一会儿可能就来了 来等等看吧 如果实在不来 我们也不能一直在这等了 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往新河县那边走 还有几十公里呢 那边还有一个古城一直要看 哇 它这个院子里有好多葡萄 看这个葡萄都熟了 这个就是无核白 左右人晒的葡萄干就是用它晒的 然后这边还有好多无花果 这个无花果还没有成熟 这还有好多大石榴 现在秋天到了 瓜果都熟了 左右人啊 这新疆的田园里边各种水果 这无花果树也好大 结了好多葡萄藤也挂满了葡萄 哎真好 这里头人也不知道都去哪了 一个人都没有 大门就敞着呢 按理说应该有人值班啊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现在是北京时间快四点钟了 我们在这等了快两个小时了 然后这的人还没有来 我们也不打算继续等了 所以就打算撤了 然后前往北边三十多公里外的 另一个古城一址 就不在这儿上花时间了 临走之前呢 我们也想以这个水代酒 然后来这个缅怀一下 祭奠一下大唐的将士们和这个郭心 这个郭将军吧 我和老王在这儿以水代酒了 然后面向了这个通古斯巴西城 城旨 然后向大唐的将士和郭心将军 献上一个这个缅怀之情吧 愿他们在天之灵保护中华民族 保佑这个新疆能长治久安 能祖国尽快统一吧 好了 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离开这个遗址 继续向前出发